虽说方才那一瞬间,在楚清和以天见镜结合一起宗师营造出来的契机锁定下,八十八有了一种如至死镜的感觉。 但楚清和的契机锁定单单只是针对八十八一个人。 对于赵敏乃至于纠魔智等人而言,刚才的时间中只是感觉到了楚清和体内真气流转,并不清楚到底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因此,面对楚清和这真气一触即收的举动,赵敏的眼中不禁浮现出一抹疑惑。 不过,当赵敏转过头看向八十八,将对方那如临大敌且充满了忌惮的神情收入眼中时,想到方才楚清和运转真气的举动,心中似有所觉。 注意到赵敏脸上的神情变化,楚清和开口道,劳烦这一次郡主转告摩师,在下这一次过来,并非是参与大元国和大宋国之间的事情,只要不波及到在下,其余的事情在下并未有多少兴趣。 说着,楚清和屈指对着远处那红七宫轻弹了一下,带到进气落于红七宫身上,伴随着进气入体,被楚清和真气包裹在内的药物瞬间进入红七宫的体内。 短短不过一息的时间,红七宫便感觉此前被苏清风带来的那种酸软无力的感觉快速地消散。 这边,看着站起身来的红七宫,赵敏沉声道,赵公子方才可是说,不会参与大元国和大宋国之间的事情,现在这举动,不觉得有些自相矛盾吗? 文言,楚清和清笑道,大家既然都知晓,大元国接下来的意图,郡主又何必多此疑问? 此处可以说,聚集了丐帮内近九城和新成员,有这些人在手,无异于掌握了整个丐帮,一个红七宫而已。 对于大元国而言,本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。 说着,楚清和话语一转道,而且,在下用纠魔智大师换一个红七宫,大宗师敬的舞者换一个大宗师敬的舞者,不过是等价交换罢了。 声音入耳,赵敏和八十八均是看向纠魔智。 迎着两人的视线,纠魔智苦笑道,郡主想得没错,小僧又中毒了。 赵敏,明白了纠魔智第三次被楚清和要了,此时的赵敏也是感觉到有些无奈。 可偏偏见识过楚清和的下毒能力,赵敏却也不好怪罪纠魔智。 玄机,赵敏看向红七宫道,不过人既然赵公子就走了,但赵公子能够保证,此后这红帮主能够不出来捣乱吗? 面对赵敏所言,楚清和徐徐道,既然在下救了人,红前辈这边在下自然会劝说,只要郡主事后,不要羡慕杀驴便行。 听着楚清和所言,赵敏神色微僵。 片刻后,赵敏才是似有身意道,赵公子还真的是将敏敏的心思猜得清清楚楚啊。 敏敏都有些庆幸赵公子这样的人是大明国的人,而非是大宋国的人了。 对此,楚清和轻轻笑了笑道,不算太难猜。 将楚清和这反应收入眼中,赵敏心中轻哼一声,随后徐徐道,看在赵公子的面上,只要后面丐帮配合,等到事情结束,敏敏自然不会为难丐帮的人。 将赵敏这话收入耳中,楚清和轻轻点了点头,然后手中折扇随手对着揪魔智点了一下,发出一道劲气。 等到劲气这一道破入揪魔智的身体之中,揪魔智忽然感觉一阵凉意在身体之中快速地流转。 在这药力快速流转时,揪魔智挖的一声吐出一口紫黑色的鲜血。 而在这一口血吐出时,揪魔智默然有了一种身体轻快的感觉。 将揪魔智身上的读解了之后,楚清和拱了拱手道,既然如此,在下也就不当个郡主这边处理正事了。 赵敏点头道,赵公子慢走。 不过,就在赵敏刚刚说完这话,在赵敏的视线之中,胸前忽然鼓动了起来。 然后,两只有黑且光亮的小爪子便从楚清和的衣襟位置伸了出来。 等到这小爪子扒拉两下之后,一个黑白二色的小脑袋便从楚清和胸前伸了出来。 确实之前吃饱了一直在楚清和怀中睡觉的小家伙。 看着楚清和怀中,这忽然探出脑袋的小可爱,赵敏不禁眼睛一亮。 这是,小石铁兽? 只是,当小家伙的脑袋才刚刚伸出来,仿佛是感觉到外面这气味有些难闻,竟是捂着鼻子重新钻回到了楚清和的怀中。 目光在楚清和怀中瞥了一眼后,赵敏开口道,没想到,赵公子随身还带着一只这般可爱的宠物。 楚清和轻轻笑了笑道,意外所得,看着可爱黏人也就留下了。 说着,楚清和对赵敏汉手示意了一下后,便徐徐地转身向着一旁的马车走去。 看着楚清和的动作,水母阴姬几女均是一同动身。 等到楚清和掀开车帘进入到车厢内的第一时间,楚清和便从怀中将那小家伙给掏了出来。 相比起楚清和几人,此时的乔峰以及那红七公却是顿足在地,视线放在周围丐帮弟子的身上,脸上浮现出犹豫之色。 显然,以乔峰和红七公的为人,若是让他们两个枝盖帮弟子不顾独自离开,的确是有些困难。 或许是看出了乔峰和红七公的犹豫,一边躺着的徐长志艰难道,乔峰、红七公、你们。 然而,不等徐长志后面的话出口,随着赵敏忽然抬手示意,玄冥二老中的陆障客瞬间闪身至徐长志的身前,随后一只脚狠狠地踏在了徐长志的胸口。 咔!伴随着一道鼓掠的声音浮现,地上的徐长志身体在抖动了两下之后便没有了声息。 紧接着,赵敏缓缓开口道,本郡主和赵公子有言在先,若是你们能够配合,等到本郡主让你们做的事情做完了,自然会放你们离开。 说着,烧顿之后,赵敏目光在乔峰和红七公身上相继扫了一眼后,又是徐徐道,不过,在此期间,若是乔帮主和红帮主泄露出任何的消息,或是说准备以身犯险的话, 出了任何事情,就怪不得本郡主了。声音出口,乔峰和红七公如何不知道赵敏这话,分明是说给他们两个听的。 同一时间,已经走到马车边上的楚清和徐徐道,听人劝吃饱饭,在下救了红帮主和乔兄,可不是要两位自寻死路的,想要这世间还有丐帮,两位还是和在下一起离开的好。 听着楚清和的话,红七公和乔峰看了看周围这些丐帮弟子,然后再看了一眼赵敏这边。 当目光扫过赵敏身边的八十八后,两人咬了咬牙,快速移动到楚清和这马车的旁边,跟着楚清和一同向着那兴礼镇的方向行去。 待到楚清和所在的马车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之中后,随着赵敏转身下达了一些命令。 等周围那些大元国的舞者开始处理丐帮这些人时,赵敏方才看向八十八。 大师,刚刚那赵山河动用真气,可是,面对赵敏所言,八十八点了点头道,不错,他是在警告我。 听着八十八所言,赵敏心中微沉,忍不住道,难道说,那赵山河的实力在你之上? 八十八叹了口气道,贫僧不清楚。 不清楚?从八十八这边得到了确定,不单单是赵敏,就连纠摩智以及玄冥二老几人都震惊地看向八十八。 几夕后,纠摩智开口道,会不会是那赵施主本身修炼了什么特殊的武学,才会让活佛尼产生这样的错觉? 声音出口,八十八如何不清楚纠摩智这话指的是什么意思? 旋即,八十八地摇头道,以贫僧现在的精神强度,已然能够达到冥王不动的境界,即便是摩师公的蒙翅行蒙施主,也难以轻易地将贫僧拉入到幻境之中。 稍稍停顿了一下后,八十八继续道,就从刚刚那位赵施主一瞬间展露出来的气势和对我的契机锁定来看,实力,远不是当前这一个境界,甚至于贫僧方才还感受到了天地之力的气息,由此可见,那位赵施主的实力,绝对不是大宗师镜中期这般简单。 在贫僧来看,或许那位赵施主本身以特殊的秘法隐藏了自身的真实修为。 说话间,回想着此前楚清河运转真气,以气息锁定自己时的感受,此时的八十八依旧是心有余悸。 听着八十八这话,纠摩智和玄冥二老皆是想到了当初光明顶上楚清河的表现。 可仔细想了想,几人又觉得不对。若是楚清河的实力真能够这么强的话,当初光明顶上时,旁班以及他们也不可能逃走。 这种情况完全经不起推敲。 旁边,将八十八此时这忌惮和后怕的神情收入眼中,赵敏不由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 这个赵山河,到底是什么来历? 第一次遇见这赵山河时,当时在光明顶上,赵山河显露出来的修为不过只是先天静,却能够瞬间将修为提升到宗师静圆满,然后拼接着金针刺学的方法以及毒药强行将旁班击退并且吃了大亏。 第二次,在武当上,旁班已经是迈入了天人静,却依旧毫无察觉间被那赵山河下了毒,杀鱼而归。 这一次,在这大宋国中,那赵山河没用毒了,但暴露出来的实力,确实让天人静后期的高手八十八都忌惮不已。 回忆起这三次和这个赵山河的相遇,几乎是每一次相遇,这赵山河身边的女人就会多一个。 同样,伴随着这赵山河身边女人数量的增多,这赵山河身上的神秘感也会同样地增强。 活了这么多年,赵敏从来没有遇见过像楚清河这样,让人完全捉摸不透看不清的人。 不过,想到方才楚清河那易容的样子,赵敏心中又是多出了几分嫌弃。 竟然易容成那般好看的样子,臭不要脸。 半个时辰后,姓李镇,酒楼的包间内,看着面前徐徐品尝着杯中黄酒的楚清河,乔峰和红七公相互对视了一眼,脸上皆是浮现出犹豫之色。 少许时间后,楚清河才是徐徐道,放心吧。 丐帮对那大元国有用,短时间内,赵敏不会对丐帮那些人做什么的。 听到楚清河主动开口,乔峰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从何处问起。 最后,还是红七公开口道,观赵公子之前和那赵敏的对话,赵公子对于赵敏等大元国的人今日会出现在姓子林中,像是早就预料。 文言,楚清河轻轻点了点头道,不错。 末了,楚清河轻笑道,在下还以为红老前辈开口第一句,会是问指责在下为何不搭救丐帮。 声音入耳,红七公摇头道,赵公子并非是丐帮中人,丐帮之事本就和赵公子没有任何关系。 能够示意援手就老叫花子和乔帮主一手,已经是极大的恩情了。 老家花子哪里好意思指责赵公子? 随后,红七公话语一转道,听赵公子之前和大元国那个赵敏郡主的对话, 大元国是准备对大宋国动手,既然你那大元国的人在此,并非是铲除我丐帮,可是想要用我丐帮,对付大宋国? 此言一出,一旁的乔峰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,神色骤然一变。 迎着两人的视线,楚清河轻轻点了点头道,不错。 从楚清河这边得到确定,红七公的脸上不但没有半点的喜悦,反而是凝重一片。 而乔峰同样是面带凝色。 旁边,注意到此时还未完全反应过来的小招以及连心, 楚清河徐徐开口道,丐帮这几十年中,一直在联合边境的大宋守军对抗大元,不但在大宋国中积攒出了不少的名声,最为重要的是赢得了边境守军的信任。 这也是大元国看重丐帮的地方,有着这几十年的积累,一旦大元国开战,只要丐帮弟子前去,那么边境守军便不会对丐帮弟子有任何的防备。 到时候,里应外合之下,大元国的士兵攻入边境,可谓是轻而易举。 毫不客气地说,对于大元国而言,一旦掌握了丐帮,便相当于掌握了一支能够必然破开大宋国边境的武器,战略意义非凡。 在楚清河的解释下,一旁的连心和小招吉女均是面带恍然。 但一旁的乔峰和红七公,面色却是更加凝重了几分。